上水古洞南路田深村發現懷疑虐狗事件 一個市民今早早發現他致養的黑食拉布拉多犬頸部受傷 並且大量流血 隨即報警求助 警方及澳湖動物協會隨後到場 發現現場地面留下大灘血跡 警方懷疑狗隻是被人而利器所傷 將案件暫列作殘落對待動物調查 暫時沒有人被捕 而愛協為狗隻初步掩悟傷勢 發現他的頸部有一個18厘米長的整齊傷口 同樣懷疑狗隻是被利器所傷 隨即將他送往愛業中心 交流獸醫搶救 經過兩個小時的搶救之後 狗隻最終雙重不折 蓋起片擇任何傷害動物的違法行為 並且呼籲市民如果有任何和案件有關的資料和線索 可以聯絡愛護動物協會24小時的線 2711-1000或者在報警求助